品牌隔离到计时 花呗该交建了 继戒备之后 蚂蚁花呗也坚迎来大变动 11月21日 北京商报记者收到花呗的服务升级协议 并读家了解到 花呗已即将开启品牌隔离 据蚂蚁集团透露 升级后用户获得的具体受信额度来源 用户的征信信息会由蚂蚁消费金融 或是提供受信额度的银行等机构作为报送主体 纳入征信系统 对于此次服务升级 11月21日 花呗回应北京商报记者 按照征信业管理条例的要求 花呗这样的数字消费信贷服务业 需要接入央行征信系统 早在蚂蚁消费金融6月开业之初 就有监管人士表态 按照整改方案 蚂蚁集团应在蚂蚁消费金融公司开业6个月内 有序承接两家小贷公司中 符合监管规定的消费信贷业务 完成花呗戒备的品牌整改工作 另自蚂蚁消费金融公司 开业起一年过渡期内 两家小贷公司实现评委有序的退出市场 北京商报记者从花呗方面了解到 后续花呗会严格按照监管要求 构使品牌隔离相关措施 将不同机构提供的消费信贷服务予以区隔 避免品牌混同 在苏小瑞看来 花呗对接多类服务机构 是大型互联网平台旗下信用支付产品 对接众多合作方的直接体现 尽管对于机构来说 能够综合各方资源取长补短 但从金融消费者角度 需要关注到协议中是否能够清晰地标注出 具体有哪家机构服务 强化是钱的知情权 从而更好地进行产品使用选择 断职联指的是在之前整改方案中监管提到的 要纠正支付业务不正当竞争行为 在支付方式上给消费者更多选择权 断胎支付宝与花呗等其他金融产品的不当连接 纠正在支付链路中 建套信贷业务等违规行为